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玉说金海棠长得更近些 那时联颂才知道成玉看见盛开的花都是人参 金海棠是男的 此刻 联颂的心颤了下 对帝君道 我看这些数也许久未结果 不如我帮帝君清理一下 种些心的 好吧 几日里 联颂颇示勤快地拔树种树 回到家后太累 爬上床就睡 小夕会摆减了和娘亲睡一起的机会 恨不得老爹天天去太成功种树 今日风和日历 帝君一展查一本书 偶尔抬头看看种树的连宋非常惬意 当最后一棵树苗种好 小燕拎竹战书进了宫 对帝君吼 冰块脸 我觉得不管输赢你都得叫我干活 不就是拔树种树吗 今天我就弄 连宋柔住三藤的腰背小风一吹 看看小燕又看看帝君 觉得西辉说得对 果然男人吃醋太疯狂 对小燕叹气道 你还有核桃没 封我一些 帝君似笑非笑道 你种的就是核桃 九重天上 连宋在被伐种树和成玉的威胁下 又把花草移了回来 天宫恢复了往昔繁花盛开的样貌 习无功力 白浅看住身体不适的叶华 听说连宋的促性实在大 夜半吩咐小童子分辨花草的性别 只允许养磁性的花草 帝君忙着拔树种树 又道 你这么辛苦 他们却嫌得发慌 叶华笑笑 我三叔自小不问朝物 躲不过去时才会管上一下 如今四海太平他也最清闲了 帝君如不遇大事也不会过问朝物 不过包荒的事都装在他心里 看住甚是虚弱的叶华 白浅心疼地道 这四海包荒的事你也别一个人扛住 叫帝君去处理几天朝物也无大碍的 这如何去说 从前我爷爷都不敢请帝君暂待朝物 这次是我的职责 白浅笑笑 我有办法 你休息几日也无妨 不多时 妹妹请了凤九入宫 凤九给姑姑姑父请安后 看住病中的姑父还在批阅朝物 对白浅道 姑父这天君做得尾时辛苦 白浅一听抱住凤九长叹 诉说一日见夜花不过几个时辰 如今还要带病上朝 眼里甚是委屈 凤九自小跟在姑姑身边 见不得姑姑受委屈 想想自家日日晒太阳逗孩子的老神仙 一口硬撑叫帝君上朝处理事务 他回宫后 抱住帝君的腰撒娇又蹭头 帝君捧起他的脸 盯住他的眼睛 无时献殷勤 小狐狸可有事求我 我姑父生病了 姑姑他心疼难过 你也没啥事去灵霄店做做 帝君敲了下他的额头 你心疼姑姑却把自家夫君送出去辛苦 我年纪大了 没精力也没动力 我都答应姑姑了 你不去 我多没面子 又撒娇求道 你去吗 我给你动力 对住帝君耳语几句 听得帝君眉眼含笑 捏了下他的脸 我看可以 次日 帝君带住众林进了灵霄店 朝臣们在议事前总要东拉西扯下 几个神仙聊到了还在等住 作业话侧飞的几个神女身上 其中一位真君说 我看他们是白等 你看如今帝君不娶侧飞 战神 三殿下也都没有侧飞 天君就是想娶那清秋怕也不干啊 几个人附和 是 另一味道 前段十日 还听鬼族和魔族那帮家伙取笑咱们帝君天君不行 我看多娶几位侧飞也是为了巴荒太平吗 他们正说笑 身后突然安静下来 说话的真君回头一看 膝下发染 跪地上给帝君请安 帝君看住他 冷声道 你有几个夫人 臣 臣两位夫人 帝君低声对仲林说了几句话 镜子向高台走去 神仙们归位后 还不及提议第一件事 崇林拎了本厚重的法典回来 颁布 帝君天君宫里 永无侧飞之位 天族神仙实行一夫一妻制 大殿上瞬间喧嚣又安静 神仙们面面相去 连宋瑶主擅自看几位定期要娶小夫人的神君 脸根猪根似的甚是开心 朝会后 司令被一群神仙围了起来 急急问 家里的小夫人如何处置 司令 我也没娶过夫人 怎能回答 你们想住给帝君天君那测飞 那就去问帝君好了 消息传回太成功 凤九心中自是开心帝君把这件事录入法典 带帝君回宫 打去帝君 东华此后可没有机会再亲近别的女子了 帝君懒过凤九 给你一人 拜你一生一世 足以 凤九手揽上帝君的腰 我也一样 几日后 司令进了宫 看帝君不在 八卦的对凤九道 小殿下听说了没有 天宫各府里都来了表妹 一妹 什么情况 司令笑了笑 帝君颁布一夫一妻制 那些小夫人只好做了表妹一妹 听老天君宫里的人说 老天君寻游回来后 也只住几个侧妃说 以后你们就是我的表妹了 清秋 凤九的逐楼前传来阵阵欢笑声 十几个孩子把滚滚和西女围在中间 还在探讨住回溯时光之事 凤九蜷缩在帝君怀里 看住楼下的孩子 拉过帝君的手 东华 你说他们怎么这么大的兴趣 都过去几个月了 还在天天讨论这件事 帝君低下头 亲亲他 叹息道 都回溯走了才好 这样我就可以带住你天天玩了 凤九撒娇 那你今天先陪我去小燕那里玩一下 今日画楼生产 我生几个孩子的时候 他们都来了 看夫人怎么哄我 哄得好就去 真是脸皮厚 不去拉倒 小九咱们走 少晚不知道啥时候上了楼 拉起凤九向楼下走去 帝君撇了下嘴 跟住下了楼 楼下等的连宋 把手里的桃子递给他 笑笑 很甜 帝君看看桃子 眉眼含了笑 低声道 一股萝卜味 东华 你 连凤追了上去 扯了下帝君的衣袖 紫属饼色 凤九看住少晚 笑道 东华他又欺负你了吗 少晚狠狠地哼了一声 他是坏到骨子里了 帝君回来后 少晚躲了许久也没过来看他们 一日帝君给他烧信 说回宿过去后 去张伟山看过沉睡的他 还给他埋了影响今后命运的东西 少晚想了几日 还是经不住好奇 带住凤行去张伟山上挖了半天 终于挖出一个盒子 少晚堆住盒子忐忑了许久才敢打开 里面是一堆的野狐狸毛和萝卜皮 帝君还给他留言说 用他们做被子 小九 你说他是有多坏 凤九开心地笑道 是可爱 众人一路说笑住向南荒去 才落到丹陵宫 就见小燕的几个属下 鼻青脸肿地跑了过来 少晚妈道 你们魔君又不是地里刨孩子 你们这是干嘛 一个属下看了一眼帝君 一声道 魔君他说天族人生孩子都是鸟兽其名 天放金光 叫我们上山去赶百兽 结果 结果正赶上野兽发情 把我们赶了出来 众人哄笑 此时小燕正站在画楼的床前急得满头大汉 产婆看住他 魔君还是出去等吧 这里你不能待的 小燕瞪住眼睛喊 天族人都是陪的 怎地我就不行 你赶紧把我孩子弄出来 画楼疼得厉害 紧紧地拉住他的手 小悟 我疼 小燕伸出胳膊 那 那你咬我吧 这样就不疼了 请殿里面传出喊叫声 连送仔细地听了下 笑道 难不成是小燕再生 她喊那么大声干嘛 诚意掐了连送一把 就你话多 不久后 随住小燕的一声惨叫 响亮的婴儿提哭声传了出来 小燕看住铲坡手中递过来的小婴儿 手抖得厉害 缓了半天才敢接过 孩子抱到了画楼面前 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 叫画楼亲了孩子 拖住向店外走 凤九听见婴儿提哭 见天地也没异动 看了一眼周边等待的魔族人 手里偷偷捏了个法绝 空中顿时纷纷扬扬飘起了花瓣 彩鸟偏飞 毕竟眼底都是笑意 觉得自己夫人实在是心里善良又可爱 双手转动金色的光芒便笼罩在丹铃宫之上 店门被缓缓地打开 小燕拖住孩子站在门前傻笑 又大声喊道 是儿子 我有儿子了 谢姑愁看住他 白痴 他光注呢 谁都看出他是个儿子 我姐姐好不好 好 他好 小燕看住滚滚他们那一群孩子 觉得自己终于也有儿子了 居然哭了起来 可突然间 他觉得脸上一股暖流袭来 低头一看 儿子的第一次童子尿都浇到了他的脸上 小燕呵呵地傻笑住举起孩子 儿子 你这真是肥水不交别家的啊 众人看住小燕的憨样 笑得前仰后合 帝君福在凤九耳边 叫我女儿离这憨惑的儿子远忍的 凤九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小燕抱住孩子向帝君走来 冰块连你抱抱 帝君嫌弃地躲开 看了一眼连颂 给他儿子洗洗 店前响起一阵笑声 好了 今天的剧情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今天 我们下集中的剧情绪